昨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联合国拉家经委会和拉美新闻联盟 以视频连线方式 举办2020拉美伙伴媒体合作云论坛 来自中国和拉美地区 11个国家 15家机构 共33名与会代表 围绕携手抗议 共克时间的主题 展开云端对话 共同发布合作抗议的联合声明 开启中拉媒体合作的新篇章 与会者表示 中拉媒体应进一步加强合作 以负责任的态度 秉持客观 公正 真实的原则 共同发出中拉媒体的声音 推进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 完善新闻共享机制 开拓创新 合作传播模式 开展5G等新媒体技术应用互建 扩大媒体朋友圈 加强互动交流 为中拉媒体合作增添新动能